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旗达这款车要比高尔夫保值的多 这辆是16款的自动 目前行驶了3万公里17年上牌啊 17年90天上牌 目前行驶3万多公里 基本上全都是原车期 没有寡蹭 寡蹭都很少啊 前方有岸有一条 寡蹭 自动执行12万多 当时落地13万多啊 大家不要小看这辆车 从外观其实觉得它就是一辆普通的驾驭车 但是啊 它有很多这种人性化的配置 比如说主动刹车 比如说车道偏预警 其实日产啊 还是做了很多不错的车型的 其达就是一款非常适合家用 从外观看没有什么特殊的 但是它的空间也好 它的舒适性也好 它的燃油经济性也好 它的质量稳定性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打开放动机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铁皮薄是这辆车的代名词啊 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呃 不管是呃 结构件 加强件 目前这辆车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碰撞的痕迹 前面的中网 往后 所有的这种防撞凉啊 冷凝气啊 水箱框架啊 啊 全部都是原厂的状态 轻轻的一层浮土 其实这个放动机舱只要轻轻一擦 特别的干净 呃 三万多公里当然不能存在渗油楼的痕迹 目前这辆车三万多公里没有什么任何的呃 动力总成方面的问题 总结一句话 这辆车呃 呃 放动机变速箱底盘目前整体的状态都是非常的良好的 而且这台120多匹的1.6自吸的发动机啊 非常非常少用 百公里不到七个油 坐进车内 跟大家分享一下车的空间和配置 这辆车有当年同价位都给不了的车道偏预警和主动刹车 包括说盲区监测 这辆车都有 像中口台啊 这一半是软质的 其实就这辆车而言啊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它能把一些配置强化到我们安全的 包括说辅助驾驶这一方面 呃 我觉得要比给一个真皮方向盘 虽然说这辆车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些配置也要比一个真皮方向盘来的实际的多 对吧 给我们一些安全 给我们一些舒适 我觉得比这些什么真皮座椅啊 呃 真皮方向盘啊 等等等等 我觉得来的都值得多 所以说这辆车的配置啊 还是比较良心实在的 车主后期自己加装了一块大屏 集成了倒车影像 导航都有 所以说这辆车目前的配置啊 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对它的任何的一个要求了 没有问题 座椅 植物 皮质这种混搭的风格 你不会觉得这种座椅不好用 因为在夏天 冬天 中间这块植物区域其实能给你更好的一个体验 咱们做到后排啊 2米7轴距 咱们感受一下它的空间 首先啊 咱们说一下这辆车的一些安全配置 主腹 驾驶 闭柱 安全起囊 这辆车都是有的啊 这是当年16款的次顶配 叫制行 上面还一个至尊 然后我们看到2米7的轴距 基本上西部空间两全零两指是有的 中央扶手 这辆车都有 这辆车的座椅是这种比较宽大 比较柔软的这种座椅的设计 所以说啊 基本上家用这个空间 这个舒适度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那有人说了 你后排空间这么大 让你后备箱还有空间吗 咱们走到后备箱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后备箱的脚炸螺丝没有拆卸 导水套两侧 全部都是原车机的状态 打开的内饰板 我们看到里边的备胎 有过相地痕迹 但是基本上能够看得出来非常新 它的结构位置的部件 后围板后底板全部都是原车的状态 所以说后边排出事故 大家看一下这个后备箱 基本上后备箱空间也要将近在300升左右 这样一辆两厢车 它有标准的两厢车的这种设计 座椅可以全部放平 这样的乘坐空间 这样的舒适空间 这样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齐达这辆车之所以在市场里边保值 被大家所认可是一定有原因的 所以说齐达这款车一直是二手车市场里边非常保值的 而且是我们家用车型里边非常热门的一款车 17年的三年车轮车市场价格还能卖到9万多 可见大家对它的认可度 好吧 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17年的自动自行的齐达 市场价格9万多 我们说的是车款非常优秀的 市场价格9万多块钱 想了解更多的车上价 了解更多的骑士知识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飞陶车记 跟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